高雄市警方抓到了一个早餐店大道 他是抓到这个店里面假装买早餐 趁着店里面生意好的时候 店员一不注意 他就伸手把柜台的零钱都给偷走了 从10月开始呢 已经连续犯案11次了 这回是骑着张车去作案 结果被警方巡线逮捕 中市早餐柜台上摆满热腾腾的食物 画面中这名穿着卡吉色外套 骑着银色机身的男子来买早餐 趁店员不注意 伸手就把柜台的零钱偷走 切案的主角都是利用早餐店员 在制作早餐的时候 不注意的时候拿取探家上的零钱 或者是人少的时候 像早餐店的店员点餐 趁早餐店员在制作早餐的时候 再去拿取探家上的零钱 仔细看男子趁店员忙着做早餐 把偷来的钱牢牢握在左手 单手骑车扬长而去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警方调查 36岁的黄姓嫌犯从今年10月起 在高雄地区以同样的手法窃取零钱 已经犯下多达11起窃案 这回因为车牌被监视器拍下 才被警方逮捕 他的车牌也是通报查扣的车牌 早餐店的零钱都是用便当盒 或用碗装的 所以说整个就捧了就离开了 黄姓嫌犯还因为其他窃盗案被通弃当中 嫌犯骑着脏车随机犯案 警方以车追人顺利将嫌犯逮捕 周历新的梁家武 华佩如高雄报道